因為你如果用身高去塞人的話 你現在一堆人都不到170 我覺得擺不行欸 我有問她說要不要去做那個 打斷腿然後再長高的手術 我過一只有138 保健師阿姨都叫我一三八 唉 開局就是個小宅女 嗯? 那全人在幹嘛? 我該過去看看嗎? 算了我懶 喂 怎麼變成邊緣人啦 不行不行 再來一次 原來是滴卡的影片啊 真是有趣 我馬上訂閱哈 這些滴卡改變我的人生 你覺得身高為什麼對你來講很重要? 高一點的男生會覺得比較有安全感 童哥你覺得咧? 我覺得身高重要欸 我覺得五官能看就好 能看就好 不要每天看到他都覺得 為什麼會跟他在一起就好 我覺得身高超重要 因為這麼矮就當然要 中和一下 對啊 那你覺得幾公分才夠? 170跟180就夠了吧 170跟180 好厲害喔 這個助理是不是有點跳躍喔 就就差不多差不多就好 他發了這個怨呢 就是舒敏成了他的這個精神 是非常非常的崇高 但他有不同的論述 現在我們這個世代 就是小孩都越長越高 你可能就是這個大自然的淘汰機制 把矮在 你說矮你就該被社會打 對 你好我是金三者大叔 那你覺得男生如果多少公分以上 你覺得這樣才是夠的? 覺得175以上 就其實我以前蠻在意身高的 但現在就覺得好像 自己看著順眼就好了 因為你如果用身高去塞人的話 你會塞到一大批人 現在一堆人都不到170 你講了一個重點 重的重點 那你沒有想過說 上大學一定要談戀愛嗎? 我是就佛系啊 所以你沒有打算要主動出擊那類 以前可能想過 但後來就是覺得結果都不怎麼樣就算了 他過去有段主動卻失敗的往事 高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好像據我同學說很明顯 因為我太常去找他講話還是幹嘛吧? 他後來有跟我講說 他知道我現在 他沒有跟你回答嗎? 他回答啦 他就說他不要啊 他不要? 他有說他原因嗎? 為什麼不要? 他就說他想當魔法師 他想當魔法師? 就是30歲單身可以有魔法師 所以他寧願當魔法師也不要變在一起 對啊對啊 想問一下你幾公分? 175 165 你們兩個是情侶嗎? 對 在一起多久? 兩年多 誰追誰? 怎麼了嗎? 這個是很困擾的答案嗎? 他追我 我追他 你們兩個怎麼認識的? 我們辦宿營 那所以是宿營結束你就跟他告白了嗎? 我們宿營之前就在一起 宿營之前就在一起了 我們發展得很迅速 你們很不認真在辦宿營 對 所以是怎麼樣的情況是 在籌備的過程中慢慢產生情愫 10天 10天就在一起 對 那你當時在大學想要找男朋友的模樣 是什麼樣子 差不多就180吧 我有問他說要不要去做那個 打斷腿然後再長高的手術 所以你願意嗎? 去轉一下鼓嗎? 還是比較好 想問一下你們現在有男女朋友嗎? 沒有 沒有 你怎麼會認識? 走在路上覺得他超帥的 蛤? 所以是被搭訕嗎? 我搭訕人家 你搭訕別人 你這麼主動 不要剪這段拜託 可以 可以剪 就是走進門 然後他就從店走出來 然後就覺得怎麼那麼高那麼帥 所以你男朋友很高 190 190 你覺得高是你男朋友第一個條件嗎? 要比我高 那170呢? 因為我看起來很高 170看起來會跟我沒有身高 很多169會號稱170 你說怕他有模糊空間 對 如果他171說自己170就可以 但是如果他169 171有點矮 還是有點矮是不是? 對他來說可能還好 OK 好那同學 剛才聽了他 他講了那麼多 你覺得你的之後條件是怎麼樣? 應該165吧 就標準沒有像他那麼高 其實只要好相處就好嗎? 好相處就好 因為都沒有找不到 欸! 真的是沒有我 那你稍微多好 還有這個大漆的妹鬼 那同學你呢? 你覺得你在意女生身高嗎? 我覺得多多少少 你在意喔? 我很少遇到在意的男生 真的嗎? 所以你覺得你的女朋友應該要多少公分? 假如你叫我理想的話 應該還是要165 163之類的 其實還滿高的耶 為什麼? 因為不然 這樣的時候他會從這裡轉過去 喔你就避凍的時候 不然你試一下 你抓它看 於是我們讓大叔獻出第一次 你說這個身高如果必動的話 其實有點心動 有點心動 原形畢露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覺得大學是一定要叫男朋友嗎? 我覺得一定要 我現在好急喔 你怎麼辦? 為什麼在急什麼? 我本來要去拜狹海城隍廟 之前看你們的影片說 所以我昨天買肯德基蛋塔 我想說去拜一下 真的有中時觀眾耶 中時觀眾真的是肯德基蛋塔 好那我想問一下 兩位有什麼遮偶條件嗎? 陽光開朗 然後身高有178 然後衣品好 衣品好很重要 什麼意思? 就是就不要穿那種短袖 然後但是後面就有一個帽子 那真的是一個很多餘的設計 那衣品會毀了人的眼圖嗎? 很帥的人 Rio的長相 穿剛剛那個短袖帽T 好帥喔 那如果很帥 165 跟很苦 180 你們會選哪一個? 那我還是選比我愛好了 所以那如果今天你的朋友 你的女生朋友 他今天交一個男朋友 就你們第一次也看到那男生 發現那男生真的很矮 你們事後會跟那姐妹說些什麼嗎? 嗯 你很像白雪公主耶 喔 原來你們是矮人啊 那如果今天帥哥 但是矮個 跟普男高個 你會選哪一個? 普男高個 那你呢? 當然是帥哥矮個啊 不過你們兩個是完全反差耶 那如果是矮個是165 沒關係 你也沒關係 我覺得矮不行耶 男生如果不高 但是又想追求你 你怎麼辦? 你要給他什麼建議? 我覺得就跟他說我們兩個不合 我對你沒有感覺 就講得白一點啦 你有沒有一條繩索讓他抓上去? 我也覺得說 身高不是絕對啦 就是感覺還是最重要 我覺得矮不行耶 你會選擇顏值比較重要? 還是身高比較重要? 你覺得? 身高比較重要吧 因為我要抬頭看他的臉 我還要花力氣 平常就直視就好 看不到啊 所以就身高比較重要 等一下 所以你說 等一下 又有浮沫品 對啊 所以我就不用看他啦 他就醜就好啦 我就不用花力氣 就看他的臉 我懂 是不是他的身材 你有理想型嗎? 我可以說Ry有編嗎? 也可以 那如果Ry有170 Ry有170喔 大叔180 這個啦 這個 可以傷害我沒關係 那還是大叔180好了 我還是比較在意身高 我終於在這個假設的問題中 如果Ry有 最後給身高不高的朋友的建議是 我覺得一個男生如果他身高不高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就是攀出比較好的比例這樣 叫他去學習怎麼跟女生相處 就讓女生覺得跟他相處是舒服的 墊鞋墊 好 最直接 找身高比他矮的女生啊 我覺得有默感真的蠻重要的 像是Leo我就覺得很不錯 你知道Leo嗎? 我不知道 OK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給這些身高矮的男生? 你給他一點建議對不對? 給他一點建議 你給他一點建議啦 不要去怕說太就矮然後就不追這樣子 就去都去試試看 你覺得應該有點自信嗎? 對啊因為都這樣也長不高了 那你呢?你覺得有什麼意見給他們嗎? 我覺得要更暖一點更認真一點 更認真哪個方面? 有錢 有錢 回心轉意 為什麼我覺得大叔你跟Evan好像已經組合過很多次 而且都是你排的 你是不是都故意排Evan 沒有 你不要再造成這種奇怪的誤會 不是你要先問他說也許他很開心 沒有沒有其他人也想要配Evan 為什麼你就一直站著Evan 我們先問他Evan他本人的意見 你覺得怎麼樣? 我有可以選擇的權利嗎? 沒有都大叔排的啊 沒有這假空技師 這個主題是大叔一直想要做的 因為你心中一直對於身高 你憤憤不平 只是真的覺得說現在人比較看重身高這個點 就是我那個年代 不是我那個年代 就是大概我學生時期的時候 不太會有人講說 我一定男朋友要幾公分 就我設定一條例說 可能溫柔體貼 長得帥什麼這樣子 我覺得人真的重點還是要隨著他的內在 而且重點是我們團隊裡面一直講 沒有到175就是半殘人講 最後事就是你 因為就是這個言論其實不是我提出來 是這個大社會 我是有點在意 我是希望自己可以再高一點 因為說真的就是大家也知道這個 現在大家都是很在意身高嘛 所以如果能再長高一點 那你的 對於你的各方面都會有一些幫助吧 各方面是男的 長不出來 交友方面對 這種男人就是可以把女人玩弄在鼓掌之上 那我問一下Levin 就是男生身高你有在在意這個事情 我其實沒有在在意男生身高 真的嗎 真的 我有曾經跟一個163的人交往 123 163 123 123這個是 他是不是在找魔界路上 那你覺得身高對來都有差嗎 就是我感覺不出來 就是男友的身高差 對我有什麼影響 因為很多人都說高度就是安全感啊 安全感可以從別的地方來 有一點身高 哦 所以一樣帥的人 如果180 170對你來講是沒差別的 沒有沒有 我們看相處 哦 哇 這個很棒 那Levin我想問你喔 你有什麼建議可以給他嗎 就是除了身高之外有什麼可以 讓女生欣賞點嗎 健壇 健壇 住在健壇 抱歉 他整個人健壇 他打他 打他 打他 幽默感可以嗎 他沒身高也沒幽默 不會 你評斷一下 這在年輕人中不太幽默嗎 這 那 超級 超級 不然再講一個 我再講一個 我變個魔術 我現在就是 讓你 忘記一件事情 忘記你是我女朋友 變完了 這魔術變完了 我變完了啊 因為你忘了嘛對不對 抱歉 抱歉這段剪掉 謝謝 救一救自己的靈魂吧 我站在高高 Eric 各位 你們兩個 小命 好 現在請你們兩位先幫我們先站起來一下 一定要嗎 一定要 我已經站了 真的 看到你也就站起來了 你已經站起來了 你已經站起來了 要玩多久 好 一二站起來 哇 那個瑞才已經低著頭講話 你們一定要這樣羞辱人嗎 好 好 兩位可以坐下 你知道當初為什麼要把你們兩個排在一起嗎 為什麼 因為你們有完美的身高差 最萌 最萌身高差 他挺小子 沒試過你怎麼知道 178公分 那肉贏了 我不方 不方便摳摳 不方便摳摳 但差不多 穿鞋有170 多高 那你們覺得自己的身高滿意嗎 現在滿意啊 什麼時候不滿意 學生時期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把我當玩具在玩 男生都把我當 是正常的玩具 對 就把我抱起來然後這樣丟來丟去 我就像一顆球這樣 太誇張了吧 真的啦 你現在旁邊比較大隻嗎 有 晚上的時候 看到月亮我瞬間超大 月圓的小 月圓的小 而諸偉以前的綽號則是 我國一只有138 全校我最矮 全校最矮 所以保健師阿姨都叫我138 哇好羞辱啊 你們有組一個138 Club嗎 沒 他一直有肯 138 他一直有肯 Rex能不能滿意你自己再高嗎 怎麼會滿意呢 當然是越高越好囉 如果能到180就最好啦 Rex你如果少20公分 你現在女子會離開 可以158 那可能那20公分要加在我場下的高度 才有辦法不離開 對 所以如果有機會 就是如果你最後不開始升高 但最後比你高的話 你就會建議 你說我女朋友那麼高嗎 對 我會跟他幾分鐘 不能太高啦 因為帶出去 我這樣欠 不是我抱他也這樣 你抱他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在一個很甜蜜的範圍 對啊很傾聽他的心欸 你說別這樣 於是為了讓主委試試這甜蜜的範圍 好 Roy我們決定派你 採訪一位 身高175的女生 好 嗨 你還在發育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的位置是一個單位 我能看啊 我其實就是看那邊 現在眼睛往上看 喔 你有180吧 你看我們如果出去約會 走在路上拍自拍 怎麼拍 對啊 那同學你會覺得就是這個身高 讓你教我上面有點困難嗎 沒有 沒有 反正比較容易被記住 比較容易被記住 那所以你自己會care男生的身高嗎 還好 還好 像他這種幽默就可以 你展現一下你的幽默嗎 好 我跳舞給你看 好 接著我們來看單牛的反應是 你為什麼要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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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差不多 那你身高多少 我身高175.8 還6吧 我有點忘了 我會要講 我會要講 我們要訪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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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 腳很痛啦 不是我扁你 是自己做下來 昨晚你自己的 對男朋友之後的條件是什麼 什麼條件 對對對 你在爽他小啊 不是 你不要在爽他小 你覺得男朋友一定有一定的身高嗎 就是可能至少要到172左右 那你曾經教過男朋友之後 國人比172還要低 好像有 所以他現在不在這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你幾公分 我156 那你選他小 有什麼資格你選 等一下你 江湖號稱幾公分 我江湖號稱 我就就認真講了 就172 你怎麼跟我聽到說真的不太一樣 反而 我應該差不多170 等一下我已經 我已經在搶腳了 我已經退無可退了 不要再混了 我已經在搶腳了 說過都這樣 滴滴堵堵 所以你在意男生身高高 是因為他 可以給你安全感 對啊 安全感不能從其他地方來 對啊 沒有像 對啊 這都是外物啦 外物 而且肚子很大 他搞不好會 找死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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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問一下Daniel 哈哈哈哈 你覺得這個身高 影響到你的交往異性的這個 老實講一定有啦 你第一個是 你比較好跟一些異性有接觸 對 因為你說異性 假如他在說同事 嗯 他要拿一個很高的東西 我在他旁邊 他一轉頭他是這樣 安安 然後就欸那個real幫我拿一下這樣 他會直接掠過你 那你覺得除了身高以外 男生有什麼優點是可以 打敗身高的 錢不錢吧 可是我也沒錢 怎麼辦 沒有你高的好處真的太多 因為像我們矮的話 我們可能真的就是要 沒有沒有 你矮 你沒有我 你不是一千里嗎 譬如說我想要穿那種 像real 穿那種長大衣 我就其實很想穿啊 然後這邊又流行寬鬆 可是我穿長大衣再寬鬆 就像穿長袍一樣 那個笑口他媽媽超大 他會講死講死 他在講笑 好我們今天進訪到這邊結束囉 現在出色會必備 只要用手機號碼 可以驗證註冊D卡囉 歡迎大家上D卡跟我們一起討論 D卡加達局 身高沒問題 我們下次見 掰掰